真言二十九章二十三节 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 心里谦顺的必得尊荣 骄傲使使主想要和神一样 以至于犯罪堕落 骄傲使该隐杀了自己的弟弟 骄傲使扫罗王证悟大卫 甚至要谋杀他 骄傲也是法利塞人敌视耶稣的根源 是门徒征进天国地位的原因 有一句话说 骄傲是死得最慢的一种罪 是我们身上最后一个死去的罪 相对于骄傲 谦卑却是基督徒最重要的品格之一 明书记十二章三节说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所以神使用他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这次是神使用他 我们下期训一次 Deus 我们下期训下手 常